大家好,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怎样做一道桂花吃 做法简单,又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150克鱼翅 2粒冬菇,2条蟹柳,广东话叫海老 半条红萝卜,1小把青葱,3粒鸡蛋 首先我们把它蟹柳切成丝 放这一盘备用 香菇也是拿来切丝 接下来红萝卜,也是切丝 放这一盘备用 再把一小把的小葱 离开二 这样子就好啦 接下来我们把鸡蛋打进碗中 把它搅拌均匀 放这一盘备用 烧锅开油 加入点油进去先 先放入冬菇 再加入蟹柳 鸡蛋 一起爆香 然后我们再加入青葱 鸡蛋 炒到它差不多了 我们再加入鸡蛋 再给它炒半均匀 鸡蛋 这时候我们炒到差不多 就加入鸡蛋进去 炒锅蛋 记得油分一定要足够 这时候我们加入半茶匙麻油 少许盐 大约一茶匙生抽 炒饭均匀 胡椒粉少许 继续炒均匀 记得在上锅前加上一茶匙 上清酒 好了,可以上锅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上去一个网 然后给它轻轻按一下 好啦,一道芳香寺玉的桂花吃做好啦 无论味道和外观都是很好的 喜欢我的频道就订阅分享按赞吧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